哈喽各位视频面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刀 今天也带来一部在网上唯一间找到的电影 蛇狗女王上映自1972年 哇这年代也太久了吧 并且搜出来的文字赫然写到台湾绝版老电影 在百度百科上也没有任何剧情的介绍 这让我不惊好奇 哎这个故事究竟讲的是什么呢 电影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只老鹰大战一只蛇皮怪 大概是想寓意着什么吧 然后一对夫妇正在逃避坏人的追捕 过程中这个老婆感到异常之渴想要喝水 于是老公就 哇这真的是一个饥渴的妇人呢 会一会儿两人就逃到了一个叫做蛇王洞的地方 蛇王洞顾名思义有很多的蛇 老大怕什么我们人都又有钱 就这样坏人们被眼镜蛇吓跑 来到蛇王洞老婆就要生baby了 在这关键时刻老婆说 我要喝水 我要喝水 你又要喝水你怕不是水娃哦 就这样老公就又去找水了 老公走后夫人身边出现了一只蛇摆摆 他瞬间受惊过肚而晕倒 这一刻蛇竟然幻化成了蛇女 随后夫人在蛇王洞生下了这个孩子 蛇母觉得这是上天赐予自己的孩子 让他来继承王位 他们决定抚养他并给这个孩子取名为荷花 那么这个人类的孩子能否成为蛇国的女王呢 我们的故事正式开始 这部电影最骚的是经常会拍一些蛇的场景 并且原本的BG梦极其知识感 根本不知道在表达什么 就像阳光 晨过黑夜 黎明悄悄 划过天边 谁的声音 穿梭轮回解 好了那么画面一转18年后 女婴已经成人 那么这个荷花自然就是女主了 但明显这个蛇母要比女主年轻漂亮得多啊 另一边一群男的来到了蛇王洞 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一群漂亮的美眉 经常在这里洗澡 一个骚男冲上去抓住一个妹子就想嘿嘿嘿 其他几个男的也冲上去抓妹子 接下来出现了一个看上去就像男主的人和坏人做搏斗 那么他救下的妹子自然就是荷花 他使用骚气的铭枪将坏人吓跑 而其中一个骚男被几个妹子抓住 总感觉在给他做按摩一样 哇好白嫩的大腿来 奔一个 好了那么画面们失败之后 他们决定回去找一大堆人将这些妹子一网打尽 那么荷花这边自然也触发了英雄救美 必爱上男主的设定 荷花的闺蜜也爱上了男主的机友 然后他们就开始经常优惠开始打奔 哇这个感情绪是不是发展的有点略快 那么随后他们的事情被蛇国发现 这已经严重触犯了蛇国的法规 于是他们就受到了SM的惩罚 随后男主和机友来到蛇王洞找他们 那自然被蛇国的子民给抓了 荷花利用蛇国继承人的身份去救男主和机友 两人在地牢见面第一件事就开始打奔 我的妈爷要不是闺蜜提醒两人恨不得就此来一发 此刻坏人们已经召集了人马 他们决定见蛇杀蛇见人抓人 上山之后妹子们几乎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坏人们非常轻松的将他们一一抓捕 而那些变成蛇的基本上就被万刀剁死 这时蛇母幻化成了眼镜蛇 我以为他会有什么能力结果蛇母说了一句 我们蛇国没有侵犯你们人类 你们居然残杀我们的子民 你们会遭报应的 结果大伙子举起张 叭的一声就把蛇母给打死了 得这部剧里面的蛇除了可以变成人之外 没有任何的能力 而女主和闺蜜不知道躲在哪个 恰恰果过头没被发现 接下来男主赶到了 主线任务更新就是一起去拯救蛇国的子民 最后我以为是男女主和反派斗智斗勇的故事 结果是反派们抓住了妹子之后 就要和他们嘿嘿嘿 而且根本就没有具体嘿嘿嘿的画面 刚才来了 这个时候妹子们变成了蛇 蛇的攻击方式有两种 要么就是勒你的脖子 要么就是咬你 然后众人又开始杀蛇 那么问题来了 这部剧里面的男女主究竟有什么用呢 坏人们在逃跑的时候迎面而来一堆警察 对你没有看错 警察把坏人全部抓走了 男女主他妈的报警了 故事到这里 全剧中男女主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哇 我究竟看了个什么 回想一下我只见着大白腿和疯狂打班的场景 好吧 我是李小 这就是今天给他带来的电影蛇国女王 如果你对本节目感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一下我的新的微博和视频站 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次见到我最新更新的节目了 感谢大家收看